國民黨立委量票支持黨內推舉的趙偉人選 即便最後力章趙偉沒有成真 但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還是對未來的藍白合作有信心 畢竟稱為第三勢力 只有巴西想要刷存在感推法案 還是得跟國民黨合作 只是國民黨這八個趙偉選票 統統給的藍營 也被綠營大酸 這根本是投名狀 你這個不是錦上天花嗎 國民黨都一定當選的 你要去投他一票 又說自己不是小藍 偏偏你演的就是國民黨的小弟 正式不講 實質的問題不敢回答 只會見縫插針 我覺得林俊憲那樣子的言論 根本沒有評論的必要 欠缺基本的民主素養 故鄉被綠營見縫插針 只是這回民眾黨有別於上回 國會龍頭選舉 沒有自體人選 這回總交選舉 八票都給了國民黨 勢必也要有收穫 柯影前幕僚張一善就解讀 是要國民黨欠他們人情 支持著人情債蓋怎麼還 藍白在部分法案上有初步共識 像是國會改革 國會聽證調查權 以及縮短中配入局年限的主張 至於其他議案合作 能不能也上演藍白河 也成為趙薇選舉落幕後的觀察指標 華視新聞林偉宇張振傑台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